我是清兵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或多或少的都会感受到一些焦虑的情绪 那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焦虑情绪 是高还是低 严重还是不严重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 备课焦虑制测量表 这个量表呢 大概需要花5到10分钟的时间 一共有21个题目 每一个题目呢 都是问您最近一个月的状态 每个题目的下面呢 有4个选项 分别是0 完全没有1 偶尔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2 经常好几次都这样子 3 总是这样 好防 每个题目呢 只能选择一个选项 只需要把这个选项的前面的数字序号 给写下来就可以了 因为一共正好是21个题目 为了写的时候不把题目给漏掉了呢 你可以一行写三个数字 这样子呢 7行就正好把所有的题目都写完了 OK 我们接下来开始测试 第一题 身体有麻木感和刺痛感 麻木感和刺痛感两个里面只要有一个就OK了 当然两个都有也是OK的 那我完全是没有 选0 问的是最近一个月哦 下面的每一个题都是问最近一个月 OK下一题 感觉发热完全没有 下一题 腿发抖也是完全没有 好接下来下一题 没法放松 偶尔会有 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应该选一 害怕发生最糟糕的事情 也是偶尔会有 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尤其是这个疫情好像是过去一个月会有一次两次的 有这样的当心 头昏脑胀 完全没有 下一题 心跳猛烈 运动后都会有心跳猛烈吧 OK 我选一 偶尔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站不稳走一步 完全没有 这一题完全没有 下一题 惊恐惊慌 没有 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吧 OK 下一题 紧张 紧张经常有 好几次都这样子 尤其是录这个视频节目 很紧张 有 感到窒息 像喉咙被卡住 完全没有 OK 下一题 手发抖 完全没有 下一题 浑身哆嗦 发抖 没有 完全没有 担心自己会失控 偶尔会有 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就是 有时候会遇到生气的事情 我遇到过一次 呼吸困难 没有 完全没有 下一题 害怕自己会死掉 没有害怕到这种程度 会有害怕 但是没有这种程度 选0 受惊吓 有有 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选1 消化不良 完全没有 选0 下一题 头晕 完全没有 再下一题 这是倒数第二个题目了 脸红 谁都会脸红 偶尔吧 但对我没什么影响 选1 最后一个题目 出冷汗 发热汗 就是可能发烧的时候也会有 或者身体感觉很紧张 很不舒服 会有这样的情况 心慌 一起出现 但是我没有 很早以前有 最近一个月没有 选0 OK 所有的题目都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把你刚刚所有写下的这21个数字 全都加起来 如果总得分低于21分 说明你的焦虑情况非常的低 如果得分在22分和35分之间的话 说明您有一定的焦虑状况 但是并不严重 如果超过了 或者达到了36分的话 说明您的焦虑状况很严重 而且有潜在的风险 发展成为焦虑症 我刚刚得到的分数加起来 一共是8分 说明我的焦虑程度非常的轻微 当然还有得分比我更轻的 那就是更好的一个状态 每10个人里面 大概有8到9个人 是属于21分以下的 还有一到两个人 属于焦虑情况 比较严重 或者非常严重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呢 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以给我发私信 或者留言一起来讨论 那我个人认为 我们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会因为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些 无法改变的事情 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一些 没法控制的事情 而去担忧 但我们一旦去担忧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产生焦虑感 一个人如果不去想过去 也不去担忧未来 他是不可能产生焦虑的 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的话 那你觉得怎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自己降低焦虑呢 比方说我现在在做这样一个节目 如果我不停的去担心 我的节目会不会有人喜欢看 会不会有人点赞 会不会有人订阅的话 那我可能会变得比较的焦虑 然后我也想人家会不会批评我 发行不对啊 录像度的不好啊 然后土字也不是很清晰啊 然后讲的东西也没有逻辑啊 或者觉得我讲了很多错误啊 那我就会越来越焦虑 焦虑会咚咚咚咚咚的上升 然后也会有各种焦虑的反应 比方说紧张啊 可能无法放松啊 甚至呼吸困难啊 然后感觉无法控制自己啊 但是如果我不去担心这些事情 而是只专注于我现在能够做的 能够受我控制的 比方说我就是这样去讲话 然后就是这样子去做一个节目 那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的水平就是这样子 那我的风格 我讲话也就是这样子 我只关注于我能够做的东西的时候呢 那我的焦虑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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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下降了 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然后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舒坦一些 不知道大家在焦虑的时候 有什么样一些方法 可以让自己降低焦虑啊 那我认为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 就叫做此时此刻 这个词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在台湾的话会叫做正面 那么有些地方把它叫做活在当下 英文叫做manifunis 这个词的行义呢 就是关注于当下正在做的事情 并且呢 只关注于当下你正在做的事情里面 那些你能够去控制的部分 那些不归你广 不归你控制的部分呢 你不用去为他焦虑 不用去想他 因为你想了也没有用 但是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当中 如果焦虑不停的累积累积累积 它会变成一个习惯 我们会逐渐失去这种活在当下的能力 我们看很多小孩 你看他玩的就是无忧无虑 他会忘记一切 忘记吃饭 忘记睡觉 忘记时间 忘记爸爸妈妈给他叮嘱的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人天生是有这么一个能力的 但是随着我们要考虑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个能力啊 其实它在越来越变小 越来越变弱 就好像一些婴儿一生下来啊 就是在水里面 它是可以浮起来的 但是随着年纪长大 如果他不去做训练的话呢 就不知道怎么游泳了 这是很神奇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人对于焦虑 还有享受当下时刻这种能力 其实也是类似的 当我们逐渐失去这种活在当下的能力之后 怎么样又把这种能力给找回来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方法 就是冥想的方法 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些冥想 一定要打个座啊 或者放个音乐 或者一个冥想词啊 不用那么复杂 你只需要可能几秒钟也可以做 几分钟也可以做 时间不限 地点不限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 你只需要闭上眼睛 然后呼吸 然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呼吸上 吸气 吐气 OK 只需要做这件事情 当做的时候呢 就是把注意力只放在呼吸上 很多人可能做过冥想训练 都觉得我讲的太简单了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有效 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把注意力拉到你能够把握的当下上去 当你这样去练习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心是平静下来的 你看自己能够持续多少长的时间 如果是几秒没关系 如果是一分钟没有关系 然后你有时间的时候呢 尽量的去时间做长一点 当然也不要太长 我觉得大概两三分钟就好 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当然你也可以挑战自己 没有问题 我通常呢做这个训练呢 大概半分钟就在我身上会有很好的效果 然后我就哇 整个人感觉放松下来 然后用这个方法 你把你训练或者找回来的能力呢 开始把它运用到别的事情上面 比方讲当你吃饭的时候 你专注于你要吃的饭 而不是去想上午遇到了某个人 下午工作中有某个事情 然后很烦躁啊 然后去讲啊如何如何 不要去因为过去和未来这些无法改变 和无法控制的事情去影响了当下 而是好好的享受一个饭 甚至喝一杯水 喝一杯饮料 或者做一个运动 或者遇到某一个人 或者拍一个照片 这个时候呢 你全身性的投入到 你只是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上面 整个人都会感觉到放松下来 如果焦虑感呢 是比较严重的话呢 可能这个方法见效的时间呢 它会慢慢的增长 如果焦虑感本来就比较轻微 或者只是中冷的话呢 那么这个方法的效果还是挺快的 但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也会有一个适应期 因为你甚至不能够去装住到自己的呼吸 你会觉得很累装住呼吸 因为你觉得有那么多事情要去想 而那些你要去想的事情 都是你没法改变 和没法控制的 等于自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然后当你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并且体会到做这个训练的作用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死循环里面走了出来 而且这个方法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 也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降低焦虑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法的话也可以告诉我 但是有一些方法呢是有副作用的 比方讲一个女孩子她就很喜欢吃甜食 一焦虑就会吃甜食 我们知道甜食吃多了 对身体是不好的 尤其是如果你操纵或者肥胖的话 而且你一焦虑就吃甜食 或者一生气就吃甜食 这它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它会促进你不停的去吃 不停的去吃难以控制 还有些人可能觉得焦虑了 就喜欢去销品 当然这要花钱 而且会买很多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 还有一些人比方说焦虑了他会抽烟 烟一点的那一个瞬间 一些那个瞬间 感觉到自己好像就放松下来了 其实你这个瞬间啊 一样的道理啊 跟吃糖啊 或者去销品啊 都是一样的 让你关注到你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刻 包括喝酒也是一样 当喝酒它之后呢 还因为酒精的作用啊 会有一定的麻醉的作用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忘记那些 已经发生了 你不能改变的事情 和将要发生你没法控制的事情 让你产生了焦虑 而让你享受到当下的此时此刻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呼吸的训练呢 就可以做到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来让自己专注于当下 而且还可以把这种能力给迁移到别的事情上面 当你以后再去应对一个 曾经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今天我们选择贝克焦虑支撑量表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量表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问的是过去一个月的事情 这样子想起来就不是很麻烦 有的焦虑支撑量表呢 问的是过去一周的事情 然后就很难去确定 到底这个事情我是发生在过去一周吗 还是超过了一周 不知道怎么选 而且贝克的焦虑支撑量表呢 它的问题的精准度是比较高的 对它的提问不会有模拟两可的一个情况 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没有问到上厕所的情况 跟睡眠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焦虑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 还有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上厕所 比方说导致上厕所次数增多啊 导致我们上厕所没有那么畅快啊 贝克焦虑支撑量表呢是1988年 贝克和他的团队发明的 不要看1988年就觉得这个表好像比较古老 其实它已经算是比较新的一个焦虑支撑量表了 现在广方运用的比方说一个主N的 焦虑支撑量表呢 它是1971年发明的 还有更早的焦虑支撑量表 因为这些焦虑的测试啊 它问的问题都是关于我们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反应 并不是去问那些焦虑的现象 所以呢它很难过时 比方说我们的古人可能几千年前的人 他也是一样的反应 当他感到焦虑的时候 他会头昏脑脏 他会呼吸困难 他会感觉着紧张 脸红难以放松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表呢 暂时还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给我送一颗小红心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再见